我其中一個人生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成為一位大律師 而我開始的時候是選擇了報讀HKU Space CLS這個課程 完成了CLS之後我就繼續DLS、CPE、LLB和PCLL 總共用了大概六年半的時間左右就完成整個課程 現在我是一位執業的大律師 為什麼我會選擇由CLS這個課程開始呢? 由於我第一份工作又或者是我第一位學位 其實就完全與法律界是無關係的 所以當日作為一個起步的人士來說 是法律知識非常之不足夠的 而CLS這個課程正正給了好處我 其中一個好處就是它的課程設計很專業 以及很細心令到一些初學者來說 都非常之容易去明白和理解 而這些課程的資料去到LLB、PCLL 甚至乎我現在工作上都仍然發揮著一些參考的作用 假如從未報讀過任何法律課程的人 而希望取得一些專業的知識或者是專業的法律的資格 以一個起步點來說 我覺得報讀CLS這個課程是非常之適合的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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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